如果星期二三的議息會議是不理想的話 又會港股跌到甚麼位置呢 首先講講 就算議息會議紀錄 或者結果不是那麼理想 相對來說 零利率和0.25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分別 就算加少少都是叫低息的 實際上資金市場仍然都比較充裕 但要講講 港股今日的跌勢 第一比預期中為大 美股跌跌201點 港股低開之後 就進一步下市1萬7,375點 基礎上和形態都比較令人擔心的地方 就是50偏線已經升到上1萬7千點 坐在水平了 稍微有一點再向下壓的話 其實意味著 50偏線的防守性會受考驗 這是其一 其二來講 由1萬1,344到1萬9,161 升幅是7,887點 遲遲不來的中期調整 大家一直都有些比較審慎的心態 但在今天之前的大事都是處於代變之中 直至今早大幅度的裂口性低開 然後再向下走 才明確有一個訊息告訴我們 高位可能真的會出現了1萬9,161 假設是這樣的話 大家要看看 這個月是先高後低的格局 起碼現在這分鐘還是 到今日的低位1萬7,375點 波幅是1,786點 說小其實就不算小了 但仍然可能會再向下走多一點點 當然知道 如果一旦跌穿50偏線 亦都意味著中期的升浪已經完成了 不僅中期調整也正式開始了 升了7,887點的市 我就當你調整三分之一 第一個支持就要去退守到 即是1萬6,555點 如果你說我以為有反復 甚至中期調整可能會滲到回調升幅的一半 實際上來說 就更加會下降到1萬5,252點 不過暫時來說 我們逐步逐步去看 今天是星期二 還有三、四、五 還有下星期兩天 這個月的變數還是很多 下星期一是期止結算 相關的轉倉活動 估計會在星期四和星期五進行 換句話來說 但會否作出一些技術上的反擊 看看明天或後天的上午 始終我覺得暫時來說 由基本因素方面看 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 資金仍然很充裕 但由於真的近期來說 升幅比較多 或者一個別的股份 升得比較投機性 始終一旦有些回吐 或者有少許的沽壓 其實勢頭比較明顯 這一點大家要留意了 郭Sir剛才提到 下星期一就是期止結算日 星期四、五 你可能預料好友和淡友 出來會角力的時候 你會否推薦投資者 可能在今天或明天 如果有貨的話 可能短線操作 就先沽貨離場 這一分鐘如果真的叫他沽 有些人真的比較難一點 因為大家今天之前的心態 還是憧憬大使 有沒有機會再試高一點 但實際上來說 形態真的比較令人 我也是比較擔心的 我覺得第一 當然不要亂追求 因為實際上有機會 中期調整一旦告終的話 升了15個星期 至低限度 可能會有3至4個星期的消化 或者整固 這是有心理準備 剩下的就是 這一兩天如果有後秋 或者技術上的反彈 就看看昨天和今早上 未流下來的下降裂口 是否保不上裂口 不要說太遠 不要說1.9萬 或者更加高 根本上那些就不需要斜望 我自己個人看 成交量不大 而跌的幅度比較深 很大機會都是中期已經見頂的先兆 早前已經說了 成交量大 但是升的幅度是很小 意味著有暗手在派發 反過來 成交很小 但是跌的幅度比如其中為大 而且不是一天 是幾天是這樣的 情況顯示了 沽的力不單是相對比較大 而且買個本一路一路都退縮 通常這個情況 亦都是給我們感覺到 後市最低限度的形態 會比較反覆一點點 好 謝謝郭Sir 我們先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 有位觀眾佳佳 用5.75元入了中石化 他想短期操作 現價位中石化到5.5元 昨天油價跌 令到今天三大油股都下跌 5.75元入了中石化 應該怎樣做呢 其實尷尬的地方 就是油價升 下油股當然受影響 對中石化不利 到油價跌的時間 他又接著要跌 真是沒辦法 但怎樣都好 相對整個板塊來講 一兩戶子的上落 其實來說就不算多得很厲害 5.75元買 相對整個大市跌了這麼多 我就覺得 如果買第二隻跌的幅度 已經可能比較大了 技術上來說真的比較尷尬 5.5元的防守性就很厲害 就是不容有失的 如果你說跌穿5.5元的話 理論上股價可能會進一步下市 另一個低位 10天20天線已經失手了 短期任何反彈 初步的阻力都是6元 我想現在等等 上得到6元的 就考慮看會不會回套 跌穿5.5元 我就認為應該暫時給避風頭 止蝕 好 另外他亦都用2.23元 入了中海集運266元 這隻股份都是短炒的 中海集運已經跌穿2元的水平 應不應該止蝕離場 其實應該2元就是止蝕位 早前曾經一陣炒上2.4元 2.5元 當然其實大家憧憬 美國的經濟逐步好轉 光散貨的需求亦增加 但其後發現原來股價升大了 技術上不僅10天線跌穿了 20天線亦都失手了 比較尷尬的地方真是2元 你看到技術上的走勢 一個底 兩號底 連這次第三次 如果跌穿了 即是三底二穿的話 下一個退手技術上的支持位 真的要落到一個籌半 願不願意承擔這個風險 就自己考慮了 我個人看法 就算你不沽或不支持 都應該儘量去減幫 好 另外一位觀眾 阿傑都買了266中海集運的 制用2.22元 他現在都覺得跌到這個位置 他就想換馬 換馬去瑞安房地產272這隻股份 你又建不建議他換馬去這一隻股份 或者這樣說 如果拿著錢 你買266還是稅房 我就建議買稅房 當然配完股之後 財務狀況已經改善了 剩下來就是整個大市 真的要回調的話 一種的來房股都沒辦法 相對低位 其實很多已經升幅 已經相當明顯了 你看看來房的股價 暫時來說勢頭 還是偏遠大反覆 但相對來說 只是失手10天線 並未有準一步下跌過20天線 不過雖然而遲 市場氣氛又不是那麼好 至低限度一股 好像早前那樣 斷斷升斷斷油的動力 暫時來說我就看不到了 那換馬 拿著錢 如果兩隻選 當然選稅房 但如果你說真的要買稅房的話 我認為還是稍微炒等等 或者有機會4.5元 4.6元 起碼低一點才再賣 4.5元 4.6元 先打算換馬稅房 另外有位觀眾Peter 就用兩個四雄五 進了廈門 講3378這隻股份 他看到現在這個價位 跌到1.4元 就想混貨 你建不建議他去混貨 早前炒得很厲害了 一個三通的確認 令到股價 你看一圖圖就知道了 又紮一元一元的水平 短短一個多月 就升到差不多一倍又多了 近期來說 其實上的走勢 真的比較反覆一點點 而且早前升得比較急一點點 所以回吐的壓力也有的 如果你能夠說 我作為一個中線一點去持有的話 這些價錢我就不是太過反對 但如果你說資金得一注 我買完之後 我沒有其他的資金 我就寧願暫時採取觀望態度 因為這個題目就是 剛才講的中期的升浪 一旦如果確認是見了頂 我覺得一踏入一個中期的調整 經過15個星期的上升 怎樣都有3、4個星期的反覆成功 就算要買的 我覺得都不用急於一時 先走一走一走 好 另外一位澳門的談判 就找霸王抽不抽得過 你又怎樣看這隻股份 我反而覺得可以考慮真是抽 第一就是有個品牌 其次來說 相對來說 那個招呼價就不算高得很緊要 只是資料器品突然間逆轉了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收入掛牌的走勢 但看回近期來說 新股掛牌 其實好像中國再生能源 走勢都不錯 我覺得如果你說不要借買錢 我又有錢在這裡申請的話 我覺得風險是有 但應該就不會帶得好 或者這樣說 開出來如果有10%至15%的上升空間 走不走都其實是考慮的 謝謝郭Sir 郭Sir 剛才說的股份有哪個有持有 是沒有的 好 謝謝邀才證券市務總監 郭Sir 郭師自幫我們的分析 這一節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會繼續跟郭Sir聊天 稍後再見